在宜蘭有一家開業超過40年的蚵仔冰 第二代的傳人黃志安 承襲了父親留下來的精神 堅持傳統古法製作 講究的是食材的原色 原味 他們這樣的芋頭冰 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實的芋頭顆粒 紅豆冰更是熬到了口感非常的綿密 自創的紫米冰 吃起來有QQ的咬勁 每一款口味都很有特色 讓冰店在黃志安的接手 三十多年以來 成功的成為東北角最大的藕冰批法商 宜蘭投城省道上 這家芋餅店擠滿了人潮 因為它的招牌芋頭冰 好吃到讓拋客們不遠千里而來 就是其實也是很多次的 對… 所以就是每次只要經過宜蘭 就一定會來吃 它的口感就是在於說 它很甜很綿密 然後不管是芋頭 還有我吃的鳳梨跟桂圓 是三種口味 每一口都吃得到它的真材實料 來 芋頭紅豆鳳梨 這個是把夫的三色冰 叫芋頭紅豆鳳梨 對 做芋頭 好 來 晚餐省一半 來 發表給你 謝謝你 在店裡忙進忙出 第二代老闆黃之安 接手爸爸留下來的芋冰店 三十年來雨映日 後天戰戰兢兢 將小店一路擴大成 東北角最大玉冰批法商 這些年來 他經手手法手工製作 像是這個招牌的芋頭冰 就必須選用大甲芋頭 大甲都是它做出來的顏色 會比較藍一點 色系會比較好看 而且它有顆粒 加上澱粉含量少 肉質Q 煮酒也不容易糊掉 特別深受黃之安喜愛 今年五十七歲的他 到二十秒就能消耗一顆芋頭 俐落的身手 是從小練就出來的正功夫 有時候我經常跟人家講 我的人生代表日常比較把握 為什麼 因為我從九歲 我開始消第一顆芋頭 到現在今年五十七歲 我已經消四十八年了 所以我常跟人家說 我消過的芋頭 比你們整個家族 吃過的飯還多 為了不好品質 他從不怕廢工 一顆一顆用手削 就怕芋頭經濟其外 百序其中 如果你機器滾的 你沒有知道芋頭哪裡 壞掉哪裡 在運送的過程裡面 會碰症會產生敗壞的現象 那個地方就會開始壞掉 你一定要把它弄掉 所以我們在手削的過程裡面 可以一顆一顆進來 還是這種 細心的他 為了去除芽眼 還要再換一把刀 一顆顆剖開芋頭 檢查芋芯 才能將它刨成絲 倒進傳統的大灶裡熬煮 棗裡面 它裡面有很大的恐慌 當我們把蘆壁燒紅了 也有其他叫眼紅外線 如果你是用瓦斯爐的 一關就沒有了 拿起長勺使勁翻攪 需要耗費體力跟耐心 因為熬煮的過程 對是關鍵 因為我們在煮的過程裡面 它會自己熬煮 澱粉一直熬的裡面 它整個澱粉會釋放在 芋頭的糖水裡面 那就會跟糖水結合 其實就是冰淇淋的 油水結合的意思 經過熬煮一小時的芋頭湖 慢慢變得濃稠 經過十小時的冷卻 才能放進這台 超過八十年歷史的製冰機 我就說過它是搖搖冰的原理 就是一層冰塊 一層黏巴 你把倒在裡面去 它就會自動替你轉動 你轉動到溫度旁邊結冰了 它就開始消 就跟你搖搖冰的原理 都是一樣的 綿密又細緻的芋頭冰 散發出淡淡芋頭香 還咬得到QQ的芋角顆粒 一入口滋味微甜又濃郁 就是它芋頭也是可以吃到 它裡面的那個芋頭塊的部分 對啊 所以就會就是 因為我本身自己是喜歡吃芋頭 就是芋泥啊那些都喜歡 所以就是每次來宜蘭 就一定會吃他們家的芋頭冰 真材實料捕獲客人的心 另外這款綿密的紅豆冰 更是人氣必點 皇之安全用皮薄的大花豆 堅持手工蜜製 我們叫蜜紅豆的用意就是 你在熬煮的過程會產生一個 糖跟豆結合的一個特殊香味 然後叫紅豆的香味 如果沒有省到熬煮的 這一段過程 我可以肯定說味道不見了 就是因為這純粒會不會很清楚 用勺子由下往上翻動 讓半融化的糖透過滲透鴨 將糖慢慢蜜進紅豆裡 放進製冰機中 香綿紅豆冰就完成了 大顆粒的大花豆 搖起來豆餡飽滿香氣十足 綿綿的豆沙口感 散發濃春的糖蜜香 可能是因為它是用那種 大紅豆去製作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它 可以吃到它裡面 真材吃掉的部分 對 然後就是它又是 綿綿的那一種口感 然後就是跟其他在我 可能吃刷冰或是吃綿綿冰 那種感覺比較不一樣 綿綿QQ的冰品還有紫米冰 本身愛吃紫米粥的黃志安 在三十多年前接手後 研發出紫米冰 以2比1的白糯米 混搭黑糯米 做出來的紫米冰 有著黑糯米的香氣 和白糯米的綿Q 每一口都能吃到 完整的紫米顆粒和米香 淡淡的甜味 越吃越爽脆 紫米平常那個把布 比較吃不到 它也是比較 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它有那個 真的紫米在裡面 所以它就會 比較有那種綿綿的那種感覺 在研發中找到樂趣 黃志安將鳳梨也放進冰裡 不添加額外的色素 每一口都吃得到鳳梨果肉 酸酸甜甜的天然滋味 讓人吃了難忘 今天其實第一次吃 是滿清爽的 因為我通常 因為我冬天也會來吃 但夏天就會有那種水果 就會想要吃這種 有點酸酸的口感 從最早期賣藕冰起家 到現在開發出六種冰品 口味變化豐富 但不變的是 黃志安堅持 承襲父親的作冰精神 堅持 還是一樣 我們只有八個字 叫真材實料 顏色顏味 以這八個字打天下到現在 還是一樣 這八個字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隨時代改變 但是你要怎麼生存下來 是要換你的堅持 如果你沒有知道 自己產品的特色 你沒有裝好堅持下去 你隨著環境改變 你就會被淘汰掉了 傳統老冰店不追流行 反而堅持古法 直賣真材實料 黃志安要透過自家的冰 有最有誠意的味道 賭過每一位客人的心 歡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宜蘭的羅東夜市 每到了晚上總是人生鼎沸 這裡有一家經營了 四十年的老字號烤肉攤 光是食材品項多達了三十多種 招牌炭烤雞腿 鮮滷然後再烤 烤出來口感鮮嫩 而且帶著淡淡的沙茶香味 高人氣的還有這款 三星蔥豬肉串 店家選用器做的優質三星蔥 烤出來的豬肉串 不僅蔥三味十足 更震出豬肉的甜味 也因為食材新鮮又有很多選擇 幾乎只要每天一開張 就開始湧現排隊人潮 夜幕低垂 宜良游冬夜市 人潮不易不絕 裡頭小吃應有盡有 有在地特色龍鳳腿 大排長龍當歸羊肉攤 還有隱藏巷子裡的高人氣烤肉攤 無論平日假日 號碼牌永遠停在三位數 就是到它受歡迎的程度 可能平日的話大概五到十分鐘 但是假日大概都要排半個小時 所以有時候會先點 然後逛一圈再回來 客人心甘情願 花時間耐心等待的鮮梅好料 有噴香誘人招牌烤雞腿 三星蔥豬肉串 鮮梅的七里香 還有香濃炭烤鴨翅 每一款都是人氣小吃 對 因為他們的醬汁很獨特 都是用中藥下去調理的這樣子 非常好吃 然後吃到現在小朋友也來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來買晚餐的 鮮香烤物讓人一吃就上癮 這是老闆楊智勝 向父親學來的好手藝 雞腿肉一定挑選 肥瘦比例恰到好處的 八兩種防載雞肉 經過先滷後烤 火候就得拿捏恰當 滷雞腿的時候 我通常都用小火先慢慢的滷 把它悶熟 你要確保肉熟了 而不會外皮過度乾材 反正滷讓肉已經過熟而乾掉了 香辱辱的滷雞腿 每一隻都油亮可口 鮮香誘人 滷好的雞腿 放在龍眼目上大火燻烤 烤得鹹香味濃 散發焦香氣味 一般炭烤都是邊烤邊刷醬 楊智勝遵循父親的做法 將整隻雞腿浸泡在醬汁裡 再慢慢燒烤 味道才會香濃 我們一次把整隻沾進去的味道 卻把它指出我縫隙都沾到醬汁 而不是單純在上面刷醬而已 我加一些中藥偏回甘 而不自己會死鹹這樣子 香嫩炭烤雞腿 飄出濃醬醬香滋味 光聞就讓人食慾大開 雞皮烤出金黃 濕來鮮嫩充滿炭烤香氣 肉嫩扎實 鹹甜滋味讓人欲罷不能 非常的嫩 不會像說有的烤過頭 烤的那個鮮嫩度是很好的 都非常的多汁 而且它的醬汁很好吃 就是你會在別的地方是吃不到 有中藥味道的那種醬汁這樣子 Vegas 我們會有成功的 我們會訪的 我們會去參加 我們會參加 感謝 我們會參加